1 1 自由 旅美高球選手潘振從精準推桿 仔細一看 場地不是綠衣盎然的國嶺 而是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腳潘手把手 細心教導心智障礙的學員們 進行一場趣味推桿競賽 沒有比賽的緊張感 更多的是溫馨與關懷 我覺得很溫馨 然後我記得2017年 也在這邊辦過一次記者會 小孩子們的表情 或者是都很踴躍 然後很開心 我就覺得有一天一個特別的活動 帶給他們快樂 然後一起一點動力的話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自己還可以再努力一點 看能不能再幫助他們更多 透過運動 透過互動 其實小孩子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都非常的開心 事實上就是跟富邦的正向力量 不謀而合 力量越大的人 其實就需要有更多的付出 我們也持續會跟小潘一起 持續在這個公益的路上 一起走下去 取之於社會 用智與社會 潘振聰從2015年 以個人名義捐贈第一社福 2018年舉辦公益高球系列賽 今年邁入第六年 除了自掏腰包120萬元 也將募得3千萬元善款 全數捐給第一社福基金會 今年公益賽事即將劃下句點 接下來他將會把重心 放在國內青少年選手身上 取得獨家授權 在台灣舉辦3場AJGA國際系列賽 為台灣高球熊子打開國際視野 開始辦青少年的比賽 我們要把美國的AJGA的比賽 帶回來台灣舉辦 我們第一次在台灣舉辦青少年的比賽 第一次總是會比較謹慎一點 希望可以把比賽辦得好 幫助小孩子們 可以到達美國去讀大學 然後在美國拿到更好的積分 甚至更好的獎學金 潘正從用不同方式回饋社會 幫助年輕選手 開啟不一樣的道路 難得回台 他也透露到邁入32歲之際 身體開始出現傷勢 年初手腕受傷休息長達5個月 5月才重返美群賽場 期間還在比賽中跌倒退賽 導致成績表現起伏過大 如今更懂得保養自己維持健康 才能打得長長久久 在訓練的時候 有做皮拉提斯 花更多時間 在拉筋還有筋膜的拉筋上面 希望說自己可以在比賽前 把自己準備得更好 讓自己打得更長久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種新的 新的轉變 新的學習 然後也是 今年算是我自己去認識 自己身體的最重要的一年 潘正從轉入職業後 往年都至少參加32場賽事 今年殷商只打了19場 讓他體會到在漫長的賽事裡 不用一直全力衝刺 而是適當放慢腳步 明年起小潘最多參加25場賽事 才能持續動力 並在比賽中再次攀上高峰 成就不可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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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